幫忙時刻,溫柔的黃昏啊,唯美黃昏。 當所有的眼睛都向西凝省,看若日在海藏以前,又滿天葬立的狹狂,向南方英文歌劇收唱,向我們的世界說再見。 既然黃昏齊生不太長,又完美如不了南海的族。 這個拍攝的原因是因為在目前,不管是在大陸中國,或者是在台灣,對於他在香港這一段時期的研究是比較缺乏的。 所以我們今年就計畫拍攝這個紀錄片。 那這個拍攝的原因是,四月的時候,我跟余宥山教授,我們曾經去香港訪問過,香港中文大學訪問過。 那覺得香港中文大學的景非常漂亮,也很適合用多媒體方式來呈現。 所以我們就是回來的時候,我們就規劃拍了一個這樣的一個余光中書寫香港的紀錄片。 那作為在十月二十六號,因為他二十八號生日,他的一個九十歲獸,自賀的一個獸禮。 那一天也很,余老師其實也很高興,也很喜歡。 那我們在拍攝過程當中,我們大概就是去了他們那邊,他們家大概兩三次。 然後其實這個片,影片的後面的兩首詩, 是他大約今年十月,九月底到十月初左右,他錄製的。 所以其實是非常珍貴的,因為可能也許是最後的,就是說,你可聽到他朗誦最後的兩首詩。 這個就這樣。 他跟著名字的很多人。 要,我希望講解釋一下。 對像是小字的。 你的雷穗結,我看就要對面的人。 是個聖線。 我會講解釋一下的個人iji。 我會講解釋一下。